国立科技一主谜局 2015年冬天 46岁的陆勇通过借壳的方式 拿下一家上市公司 胆大无视规则 不惜触碰法律 这最终让陆勇在资本市场上栽了大跟头 时隔7年之后 又是一个春天 陆勇95号的女儿楚一凡 也要踏入A股市场 停牌数日之后 A股公司国立科技披露了一主方案 楚一凡将斥资1.96亿元 成为公司新实控人 95号前财经记者手握12家公司 这些关键词 让楚一凡成为资本市场上 关注的一个热点 楚一凡是谁 北京商报记者查询资料获悉 楚一凡系陆勇之女 对于熟悉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而言 陆勇可能已经在记忆中逐渐淡去 但是雅百特不会 2017年雅百特财务造假轰动A股市场 陆勇作为实控人也遭到了重罚 除了被市场终身进入之外 还因违规披露 不披露重要信息 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 纵观A股一股案例 1.96亿元的买壳费用并不高 深挖国立科技此次易主方案 背后似乎还有更大的玄机 精心设计的易主方案 国立科技新主的神秘面纱揭开 系1995年出生的楚一凡 而伴随楚一凡的入主 另外的两个神秘自然人 葛旭燕、陈泽伟 似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国立科技公告 此次接盘方为 权维绿能投资海南有限公司 今年10月14日成立 至今未满一个月 自然人楚一凡 持有该公司70%的股份 系该公司实控人 在楚一凡入主之前 国立科技实控人为 邵建堂、杨纳夫妇 通过东莞市永绿实业公司 投资有限公司 控制上市公司32.09%的股份 永绿实业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接盘方式上 楚一凡拿下国立科技控股权 也是市场上常见的 受让股权加表决权 具体来看 永绿实业将其持有上市公司 10%的股份转让给 1.96亿元 10%的持股比例不少 而楚一凡花费1.96亿元 买来的壳 却能够让他这个实控人 当得非常安心 在上述控制权转让的同时 邵建堂、杨纳夫妇 也打散了自己的持股比例 将永绿实业剩余持有的10.09%的股份 转让给了自然人 葛旭燕、陈泽伟 两人分别受让上市公司 5.09%、5.0025%的股份 交易价格分别为 7,987.79万元 7,852.91万元 三项股权转让同时进行 这让葛旭燕、陈泽伟更像是国立科技 派给楚一凡的护花使者 让其仅凭1.96亿元 稳坐国立科技控制权的位置 而这当中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 是否存在作局让楚一凡低成本入主 都是疑问 此外 楚一凡旗下企业权威绿能 受让国立科技股份价格为12.26元每股 而上市公司停派前的收盘价格 也是12.26元每股 看似评价转让 实质上却是不评价 经济学家宋清辉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就A股以往买壳案例来看 一般涉及控制权变更的股份转让价格 都会出现一定的溢价 这里边会包含买壳费用 另一层面上 邵建堂杨娜夫妇分散转让出去的 32.09%的持股比例也值得深思 A股市场上如果收购人收购上市公司持股达到30% 将触及要约收购 未来楚一凡与葛旭燕陈泽伟之间 是否还会涉及到有关国立科技股份的转让交易呢 是否还涉及抽屉协议 这些也引发了市场的关注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志斌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实际操作中一旦收购人收购上市公司股份达到30% 就会触及要约收购 这在市场上一般都会避免 这里边主要问题是如果触及要约收购 收购人就要无条件的收购上市公司二级市场上所有的流通股份 有就是说只要股民愿意卖给他 他就必须收 这样的话会导致买壳成本非常高 而且如果大部分股民愿意卖给他的话 百分之百持股也会导致公司退市 葛旭燕竟是杨娜嫂子 事出反常 必有妖北京商报记者查阅资料发现 上述受让股权的自然人葛旭燕系国立科技实控人杨娜嫂子 而这一关系上市公司却并未披露 对于自然人葛旭燕陈泽伟 国立科技在检视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均未透露 而两人的身份又对上市公司此次控制权变更的实质非常关键 首先来看葛旭燕 葛旭燕的历史合作伙伴包括杨坤杨勇两个人 三人共同持有深圳市中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股权 其中葛旭燕杨勇杨坤分别持有48%32%20%的股份 杨勇杨坤与国立科技实控人杨娜同属姓杨 他们之间又会有什么关系呢 北京商报记者查阅了国立科技自2017年上市后的年报 没有发现杨勇杨坤的记录 不过记者在国立科技2017年上市时的招股书中发现 彼时公司招股书中有杨娜之兄杨坤的表述 而杨坤配偶就是葛旭燕 这也就意味着葛旭燕是杨娜的嫂子 对于重要的亲戚关系 国立科技在检视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却并没有对外披露 对此王志斌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大额股份转让下关联关系需要披露 这属于一致行动人范畴 可能会涉及到信息披露违规的问题 冒着信批违规风险 未披露关联关系究竟是为什么呢 上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宋一新 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说 持股5%以上 并且与实控人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如果后续转让股份可能会受到时间限制 没有关联关系就不受限制 而关于陈则伟未在市场上找到公开的记录 其与邵建堂、杨娜、楚一凡、葛虚院之间 如何建立密切关系尚不得而知 除此之外 邵建堂、杨娜与新竹、楚一凡之间也有渐渐联系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 国立科技投资了山东企业 山东全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该公司27%的股份 而A股公司博雅股份也持有该公司5%的股份 楚一凡的母亲楚燕玲为博雅股份的副总经理 这也就意味着邵建堂、杨娜与楚燕玲 楚一凡可能是旧相识 另外邵建堂、杨娜、楚一凡均为中国澳门籍 针对相关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向国立科技董密办公室发去采访函 不过截止记者发稿并没有收到回复 资金实力存疑 不足2亿元拿到了上市公司的实控权 对于一个95号的女生来讲 资金来源是市场极其关注的问题 27岁的姑娘是如何撬动近2亿元资金的呢 楚一凡的成长经历让不少人艳羡英国研究生的学历 2013年7月10年19岁正处于大学时期的楚一凡 便成立了上海洪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任执行总经理一职 之后至2019年11月之间先后历任南京财经记者 博雅股份董事长助理 从博雅股份离职之后 楚一凡2020年似乎短暂休息了一年 市场上没有找到其任职相关经历 之后在2021年2月开始担任 安徽华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事业部副部长 不过仅任职8个月便在当年的10月份辞职了 此次离职 楚一凡并没有空窗期 身份上也迎来了一个华丽转身 于2021年10月份无缝衔接开始担任 黄山普曼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至今 从楚一凡目前旗下资产来看 持有此次接盘方权威绿能70%的股权 另外30%股权由自然人王健持有 而王健的身份也颇为神秘 通过查询工商信息等 均未有任何其他踪迹 除了权威绿能 红盛网络之外 楚一凡还有中车创新投资海南有限公司 山东浦州新材料有限公司 拉萨纳贤投资合伙企业 浦曼商业黄山浦曼生态农业旅游有限公司 黄山浦曼酒业有限公司等10家公司 共计手握12家公司控制权 国立科技披露 楚一凡控制的核心企业是 红盛网络、中车创新、浦州新材料 浦曼商业、纳贤投资5家 而纵观上述5家公司的财务情况 除了浦曼商业之外都难言乐观 4家企业近年来的收入均是零元 并且尽力近乎权限亏损 对比之下浦曼商业的业绩颇为亮眼 不过是在2021年才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当年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约为3942.74万元 而就在2020年公司实现营收仅为7.09万元 伴随着营收的大幅走高 浦曼商业当年净利也非常可观 实现归属净利润为1584.21万元 同比扭亏 2022年前三季度 浦曼商业实现营业收入 归属净利润分别为2848.23万元 1152.31万元 资料显示 浦曼商业成立于2018年3月 公司位于安徽省黄山市 是一家以商务服务为主的企业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石脚资本339.8万元 持股比例方面 储一凡和上海运勤贸易有限公司 分别持有浦曼商业85% 15%的股份 继续穿透股权关系 运勤贸易由上海商人张天英 100%持股 天眼查显示 储一凡的合作伙伴张天英版图不小 实际控制23家公司 会是面具人吗 资本需要时间沉淀 当年轻和巨额资产挂钩之时 就难免会让人产生更多的好奇 2014年大学期间就能够成立公司 储一凡果然并非普通人 他的父亲是亚柏特的实控人陆勇 2015年1月当年46岁的陆勇 带着旗下企业亚柏特成功借壳中联电器 之后上市公司更名为亚柏特 陆勇也有了第一个上市平台 出入资本市场陆勇却并没有把思想放在正路上 开始通过财务造假的方式粉饰公司业绩 如今来看胆大疯狂无视规则 这些词都不足以形容陆勇当时的猖狂 根据证监会2017年披露的数据 亚柏特2015到2016年9月累计虚增营业收入 5.83亿元 虚增利润2.57亿元 当时亚柏特金雅科技可以说是A股最为轰动的 两大财务造假案 陆勇之妻楚燕玲当时也在亚柏特任职 他比陆勇小4岁1973年出生 由于财务造假 楚燕玲2017年也被采取三年证券市场进入措施 除了陆勇楚燕玲夫妇被重罚之外 亚柏特也一度濒临退市 不过由于检察院未对公司提起公诉 亚柏特最终也未被逐出资本市场 虽然艰难的留在了A股 但亚柏特这个名字也让公司一直摆脱不了财务造假的阴影 2020年5月亚柏特进行了更名 正是上述提起的亚柏股份 2021年4月亚柏股份申请破产重整 伴随着上述计划的进行 今年1月上市公司实控人也由陆勇变更为早装饰国资委 看着楚一凡父母的过往经历 其入主国立科技后是否会是面具人 也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和猜想 我们下期见